在生活应用中 对于不同物体的属性 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单位 例如描述一个体育场管大小时 我们用平方米作为单位 而描述一个乒乓球的直径时 我们用毫米作为单位 那么描述一个原子的质量时 该用什么作为单位呢 小瘦子查阅资料知道 氧原子的质量是2.657乘以10的负27次方千克 太麻烦了吧 计算和书写都太不方便了 就没有一种简单点的表示方法吗 当然有 那就是相对原子质量 相对原子质量是以一种碳原子质量的 十二分之一为标准 其他原子质量与它相比较所得到的比 作为这种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 用符号AR表示 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知道碳十二原子的质量是多少 也知道铁原子的质量是多少 怎样才能求出铁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呢 我们可以先求出碳十二原子质量的 十二分之一的数值 铁原子的相对原子质量 就等于铁原子的质量 与这一数值的比 等于56.3 取整数56 相对原子质量不用记忆 查阅元素周期表 取整数即可 以上这些就是相对原子质量的定义求算方法 你要记住 它是该原子质量和碳十二原子质量的 十二分之一的比值 你学会了吗 个个蛋 取整数71 如果是否质量和碳十二分之一